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Lelio这道题目 某人在连续的24天中打了若干天工 共振德190元 这个人的效率不是很高 以至星期一到星期五全天工作 每天的工资是10块钱 星期六半天工作发工资呢5块钱 星期天不工作没有工资 他从三月下旬的某一天开始工作 还知道三月一号是星期天 那么问这个人打工的最后一天是四月几号 好这道题问的是最后一天 那很明显如果我能求出第一天是几号 那我就连续24天往后数 我也能数出来最后一天是几号吧 对不对关键就是要求第一天 那怎么求第一天呢 题目中告诉我连续24天一共挣德190元 对不对 那24天一个经济几天 七天 那所以24除以七 我们讲只要是连续的七天都是一个完整的周期 都包含一个周一一个周二一个周三一个周四一个周五一个周六一个周日吧 对不对 所以24除以七 我不管是从哪一天开始不管从星期几开始我就把那一天看成是周期的第一天 明白吧好那这个等于三与三表示有三个完整的周期还多三天吧 那三个完整的周三个完整的周七一个周七可以算多少钱呢 一个周七星期一到星期五全天工作一天十元所以五天就是五十元再加上星期六半天那就是五十加五五十五星期天没钱 那一个星期五十五元那三个完整的周三个完整的周七三乘五十五 这个能跟得上吗 三乘五十五多少钱 一百六十五元一百六十五元也就是在三个完整的周七中已经赚了一百六十五元 但是有没有到一百九没有 就这距离一百九还差多少 一百九十减一百六十五吧 还差多少钱 还差二十五元 那这二十五元来自于哪呢 就要来自于周七的前三天吧 还多于这三天 这三天应该是周七的前三天 那三天要赚二十五元 那这三天能不能都是周一到周五 那肯定不行 如果都是周一到周五 三天应该是三十元 那它是二十五元 说明肯定有一天是周六 对不对 那到底是哪三天呢 我们来这样想 包含周六的可能是周四周五周六 就可能吗 周四周五二十元 再来个周六正好二十五 对不对 那还有可能是周五周六和周日 这样可能吗 周五是十元 周六五元 十加五才十五 而周日不赚钱 所以不行 对不对 那还可能是周六周日周一 这样行吗 周六是五元 周日没钱 周一十块 十加五十五 也不够吧 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 周七的前三天应该是周四 周五和周六吧 说明第一天打工开始的那一天应该是周四 这同学们能跟得上吗 就是根据前述 我们就可以判断到底从哪一天开始打工 从周四吧 那三月份到底哪一天是周四呢 他告诉你 三月一号是周日 那我搬指头都可以算出来 那三月二号周一 三月三号周二 三月四号周三 三月五号 第一个周四吧 好 三月五号 那么还有没有周四 再隔七天又是一个周四 对不对 那五加七十二号 再加七十九号 再加七二十六号 还能再加七吗 再加七三十三号了 对吧 没有三十三号 好 但是啊 这道题还说 它是从三月下旬的某一天开始 什么叫三月下旬 这个地方老师要给你开展一个小百科的教育啊 在一个月中 我们把一个月平均分成三部分 那一部分大概是十天 那么第一个十天称之为叫做上旬 第二个十天叫做下旬 中旬 第三个十天我们叫做下旬吧 那第三个十天 那应该是二十几号了吧 对吧 你看第一个十天嘛 是几号 然后第二个十天是十几 那第三个十天 那不就是二十几号了吗 那二十几号 所以只能是二十六号吧 所以第一天是二十六号 那第二十四天你会算了没有 你拿八手指头都能算出来了 对不对 第一天二十六号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捐据的八手指头的工作 交给同学们 那么马上呢 老师就开始出解题过程 看看老师出到最后一步的时候 同学们能不能求出 工作的最后一天 到底是几号 好 现在我们来比一比速度啊 好 来看一下解题过程 一个星期五十五元 你们搬到第一天了 然后呢 一共有三个完整的星期 所以是一百六十五元 那还差二十五元 那么那三天应该是周四 周五周六 你们搬到第几天了 好 继续 那么二十四天的第一天应该是周四 然后根据三月一号是周日 我们就可以求出三月二十六号是周四 那所以打工的第一天是三月二十六号 那么继续 那么第二十四天应该在四月十八号 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搬手指头 对吧 老师 逗同学们 三月份一共多少天 三月份大家知道是有三十一天吧 对吧 你只要去算一下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也就说明三月份还有六天吧 那三月份六天 那一共二十四天 那说明四月份应该是十八天 对吧 二十四减六十八天嘛 所以四月十八号 来了吧 对吧 并不一定说 非得靠手指头 对不对 好了 那么通过这道题呢 帮同学们总结一些小小知识点 第一 星期中的周期现象 非常标准的周期 就是七天 而且这七天是任意七天 从哪一天开始都可以 你可以从第一天开始 也可以从第二天开始 OK 好 那么一个月分上中下询 这个明白了吧 好 那么还有 我们在做周期问题的时候 有一些常见的溢错点 帮同学们总结一下 第一 就是周期找错 最强劲的找错就是 把一些不是循环的部分 也包括进去 比如说周期明明是从第三个出现 但是他把第一个和第二个 也包含进去 这样就错了 第二个 就是我们在做除法的时候 如果没有余数 一定要记住 并不是周期的第一个 而是周期的最后一个 这个要记住 好 第三个错误就是 星期用的周期问题 从哪天开始找错 这个地方呢 我们讲有一种任意性 一定要找对 好了 那么 今天讲的这种周期问题呢 其实有很多知识 都是咱们之前已经学习过的 所以同学们掌握起来呢 并不是很困难 但是 虽然不是很困难 但是希望同学们养成一种 非常好的解题方法 就是如果一些数据特别大 非常复杂题目 同学要有一种 找规律 找周期一种迂回的思路 其实我们在之前 做操作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些题 开始采用找规律的方法 这就是一种迂回的思路 对不对 我不是直接做你那么复杂题 我先从简单情况开始 而你一旦具有这种思路之后 老师可以告诉你 你的数学解析的境界 已经上了一个台阶了 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感谢观看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